辽宁的媒体已经两次发生了,而且,一次比一次用词激烈,最后一次发生,都用了永别二字了,由此可看出。 一方面,哈德森在辽宁球迷心中的分量,已经到了由爱极恨的地步,另方面,也看出,辽宁男兰和郭志强主教练,都是非常希望哈德森许悦的,但是,老哈到现在,一个品也没吧,是睡了,还是走,到底怎么着,你到底给个话啊,但是,他就是不给,看来,这老小子在中国的几年,好东西没学到,坏东西倒是不给了。 是学到了不少,那就是,已经自动,我不着急,看你们这不着急,反正那个,优先试约全是有实现的,在最后时刻,我说,我签六,你们就必须签。 哈德森这一招啊,可以说,又高又旋,高的是,把你辽宁男兰和球迷,的胃口掉得足足的,旋的是,到了实现,万一付某种原因,没有按规定签约,那么,三百多万美金的年薪就白扔了,还有三年不得在CBA打球的代价。 不过,在今天一点零七分,老哈终于露面了,他在微博上晒出一幅照片,表示,今天是他的生日,确实,哈德森出生于1984年8月7日,今天的确是他的生日。 他在微博上一路头,马上被球迷发现,有球迷赶紧用英语向他喊话,一方面祝他生日快乐,一方面喊他快回来签约,但老哈娜,一个也没回。 一方面,老哈娜,一个也没回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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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